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鸡蛋可以说是家家户户特上必备的食品了 营养又美味,价格又便宜 鸡蛋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人体对鸡蛋的蛋白质吸收率可高达98% 是人类理想的天然食品 鸡蛋含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 它的卵磷脂含量比肉还要高 尤其是蛋黄中的卵磷脂含量 每100克就有630毫克 所以鸡蛋对于我们身体相当的重要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蛋的养生吃法 这种吃法特别的适合周老年朋友们 吃上一颗就能够打通全人的经络 特别是在夏天冬天的季节 非常的适合这样吃 我们先来准备两颗鸡蛋 我们把鸡蛋淘洗干净 鸡蛋壳看似干净 实际上附着很多的大肠杆菌 细菌杂质 所以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把鸡蛋淘洗干净 一旦大肠杆菌清净到身体 特别的容易造成胃肠道疾病 洗好的鸡蛋放入养生虎中 加入清水可以多来一些 中小火焖煮 我们把鸡蛋煮熟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一把枸杞 我们把枸杞淘洗干净 枸杞沟壳里面有很多的灰尘 不好洗的 我们可以多洗一洗 把枸杞淘洗干净 洗的时候可以加入一勺面粉洗 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我们可以把枸杞洗得特别的干净 吃着比较放心 枸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尝试的一种滋补食品 它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可以滋补干肾 品干明目 养颜抗衰老 枸杞又名名颜子 枸杞对视力有特别好的保护作用 枸杞虽好但是不要吃太多了 每天吃上20克就可以 如果吃的比较多的话 营养过剩 特别容易上火的 枸杞当中的主要成分是枸杞多糖 枸杞多糖可以补肾强腰 强劲身体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对身体有特别好的补益作用 所以就有了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抛口气的说法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加上清水把生姜打湿 用手搓洗搓洗把生姜洗干净 清洗生姜的时候加入一勺湿盐洗 这样可以把生姜洗得特别的干净 吃着比较放心 生姜有一层果辣的 这种辣质是不可以食用的 我们可以利用食盐的摩擦性 可以清除掉生姜表皮的辣质 生姜属于热线的 姜皮属于两线的 最好带着皮一起吃 我们可以多搓一搓洗干净就可以了 生姜是我们厨房常用的调味品 它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经常吃生姜不仅可以趋寒暖胃 还可以温中止咳 解表散寒 最后把生姜切成小丁就可以了 切得越小越好 接下来我们把生姜丝放入锅中 加入清水多来一些 盖上盖子中小火焖煮十来分钟 小火慢煮多煮一会儿 生姜含有姜桶 姜锡 姜辣素 锅里面煮一煮 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身体的代谢 特别是对于体寒不通 都有特别好的调理作用 不一会儿的功夫 鸡蛋煮好了 我们把鸡蛋放入凉水中过一遍凉 过一遍凉的鸡蛋特别的好包皮 包好的鸡蛋又光滑又细腻的 一点都不会坏 生姜小丁已经煮好了 煮出了香味 但是生姜丁不要挑出来 生姜丁吃到肚子里面 味道会更香的 逼你的作用会更多 我们再把鸡蛋放入锅中 枸杞加进来 再焖煮上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煮好之后重入碗中就可以直接喝了 这道枸杞鸡蛋滋补汤就做好了 里面加入了枸杞 生姜 鸡蛋 对身体的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长期食用 不仅可以提供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还可以打通全身的经络 补肾 易经 补血 养颜 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天夏天吃一吃 俗话说的好冬吃萝卜夏吃姜 夏天多吃一些生姜能够趋寒暖胃 对身体特别的好 知道生姜鸡蛋枸杞汤我们可以多喝一喝 对身体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多喝一些 对身体非常的不错 能够趋寒暖胃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变态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